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国家气象局系统测试出错 美国东岸和墨西哥湾 今天早晨手机都闪现谬误的海啸警报 造成从缅因州到德州美国人惊慌失措 路透社报道 根据张贴在社交媒体的手机影像 错误的警报似乎是私人气象预警公司 Akiweather所发出的 但是Akiweather指责国家气象局该为此事负责 美国国家气象局和联邦传播委员会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此事 住在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案的爱情小说作家 米尔本在推文里写道 呀 这项警报不是居住地点高于海平面 不到10英尺的人愿意看到的 这不是美国人今年首次被迫在眉睫的手机警报吓到 夏威夷一名员工上月也错发了北韩飞弹来袭的警告讯息 引发夏威夷各地民众恐慌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